自己打 选猫咪千万别帮队友打野怪 你就自己想好自己对线舒服 但是 想着打野不帮你就好了 你们懂吗 OK他把扫描换掉了 我们放线打就好了 前期打机器人卡杀其实挺简单的 可以考虑一击学一的 路不打野不来帮你的话 没关系 OK 这样的话很赚 他一个闪现 而且把兵线推进来了 完全不慌 抵消他一波前期很强的攻势 台湾比较聪明的知道闪现一的 回血回血回血 你看 这打野 绝对不会来下路 但你自己提前想好就行了 我们把线放在塔前 然后别换血 他们A兵我们就A兵 这是最基本 对面想来越我们很难 因为机器人也没闪没什么状态 一般般 所以我们打野 前期想帮上路 很好 对面打野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小小换点血 不影响你的对线情况的话 我们就用1回血就好了 我们就用1回血就好了 对面打野如果没出来就不要乱用1 对面打野不出来的时候就别乱用1了 发育到我们有 一件小装备的时候 A兵 就打下面 别追 其实可以追 但是怎么说呢 我们猫咪没虚弱 低时间 要追是可以追的 Q的挺准 可以稍微压点刀了 我们的兵线多 这时候看对面打野在哪 对面打野如果没在下半球 我们就可以压了 OK 等到焦灼完了再过去了 别急 我们利用兵线多 他们不好 还手 懂吗 懂吗 利用兵线玩游戏 看下能不能打断 没打断的话我们就推线 回家1300 可以吃 A一下走 老猫咪 压了将近20刀打出了一个闪 是吧 前期 别人 基层一级的强势机 不要急 是吧不要急 慢慢等级起来 慢慢等级起来 不要慌 利用兵线跟他们周旋 迂回 打消耗 他们消耗不过我们的 他们是打爆发一波 我们是慢慢A 我们 拼爆发一定拼不过 懂吗 这猫还可以 Q的顶准 一级机人确实不强势 但是 提前是什么 提前是你的打野一定不会帮你 懂了吗兄弟 你的打野一定不会在你旁边 对面的打野你是不知道他在哪 懂吗 为什么不换 现在懂了吗 我已经提前就跟你说过 对面 老板先一控 Q一下 OK 这个现在对面AD就很难受了 懂了吗 等对面打野出来 没Q到 没Q到 下一步 OK 对面打野出来了 Q到直接急跑 一个闪 他能Q到就是杀 不能Q到就算了 直接推线 急眼 是吧急眼了 对面打野一出来你就可以动手了 很安全 不用怕对面来支援 是吧 这就是最稳定 最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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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任何办法 对面能帮他 懂了吗 B吧 下一步线又是回对线 对面打野如果敢 敢去 对面辅助如果敢去游走的话 是吧 我们直接 6级推兵线 干对面AD 对面AD没闪的 底下发个信号 没撞到的 这波直接消耗 是吧 这波回推线 我们在这蹲一手 蹲一手这卡莎 卡莎没进化没闪 他也到不了6级 这里蹲嘛 OK 他一一用掉了 他只要两个兵 到不了6级 那他就要死 OK 那他死了 是吧 跑不掉 得打他 怎么了 猫咪在干嘛 对面打野在没关系 救不了他的 是吧救不了他的 我说只要对面辅助一直游走 他这个线一定要清 他不清他也玩不了 他不清 那就等于也不玩 是吧 他清了就得死 他不清 他就等于挂七 那我的建议是 我是卡莎 我会直接 在这里放个眼 然后看情况推线 然后看情况推线 只要轮子妈在一个兵 死一个兵或者两个兵 到不了六级的时候 立马推线 用命推 你就算被消耗你也得推 因为轮子妈是没急跑的 虽然有闪现 但是我很多兵线 他不敢硬追 消耗一套 是吧很多兵 是吧很多兵 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大哥 你还在说他妈的辅助做到做基层做到事情的怎么样 你管他做没做到事情啊大哥 他做到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做好你的呀 你想做火箭飞过去吗 对我来了 我做火箭火箭过来了 兄弟你等我 妈的 你是神仙是吧 你又想在下路又想帮队友 你挺牛逼啊 OK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开始压着 你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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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打前面的 我没闪 我辅助了 再告诉你 别问一些 尽量别问一些跟 这把比赛 没关的东西 教了你也不会懂 兄弟 你只要问得出来的话 关闭了 但不过还是一样 回归线 无所屌位 忘记了 从来没有组过W 只有刚改版的一段时间 那一个版本 轮子3GQ之后是可以组W的 那个时候轮子W是40的法律值 而且加成的攻击力跟伤害还可以 所以可以组W 这个时候直接推荐做一波视野 然后继续压制 不管队友是劣势还是优势 这个时候一定要做视野 懂吗 这里给一个吧 要做就做好一点 有吗 就不了 别去 我们打野不在的 不用怕 最大可能 哎 神草 像这种对面如果先送一个 完全不用慌 对面卡叉是没大 虽然有闪 无所谓啊 我们把他先推了 对面亏一波 什么情况呢 对面亏一波 中路上路都是推线的情况 然后 他们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对面会来支援 所以你可以控一波 对面稍微少亏几个兵 你可以这样 如果 队友被推线的情况 不知道对面 中上 两路或者打野在哪 你就别控了 赶紧推了 推了换线了 好吧 推了赶紧换线了 OK换线 我们去中 是吧 这把打野一次没来下 我们靠自己兵线 打出优势 完全LG8K 虽然对面打野没来 但是对面打野是一定抓不了我们的 懂了吗 他前期想抓我们也抓不到 懂吗 这个时候要做三件事 保持中路线权 保持中路视野 别死 就够了 因为我们也拿了龙 我们压力不是很大 压力不大的时候 不用着急 懂吗 你还在这 干嘛呢 干嘛呢 你这小行事 我抓很逼啊 我抓很逼啊 去看看有没有野怪 等下一波兵线 把黄 把黄 把黄继续推 对面乌鸦没大没闪 他在那蹲 毫无意义 我们推完走 走 走了 毕 把这野怪吃一次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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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波 没打韩服或者峡谷 然后开始教学的时候 就你什么时候给我张号密码 我如果看到了 如果没有其他能打的或者 不再抽号的情况 我就会打你的 懂了吗 重伤辅助车出 出吧 我们不出重伤 也可以出 看他回家出什么 他不出的话 我们就出 该把可以出重伤 正好钱够了 别把AA你的老妈 兄弟 不知道这猫咪在这干嘛 兄弟 一般他闪现的位置 别闪现追 UCD不要闪现去追人头 除非大场景 除非大的场景 否则都是自保 装痕吧 给个精神吧 撤了 别装备去上 5杀 5杀也没必要追 5杀不会让你利益嘛 赢游戏 5杀也不会让你多加伤害 有什么意义呢 别浪费自己的闪现 把这个塔推了我们去打先锋 干嘛 撞起来了兄弟 把他沉默打一下就行了 推 推 咬住 咬住我直接闪 骗你了 骗你了 乌鸭闪现好 走吧 乌鸭闪现好 推中 中路线到了 这个时候保持 一定要保证自己别死就行 如果不小心死了 那你就想好下一波你要干嘛 不要 不要 发病 觉得死了就一定会输 可能会输 可能会不好赢 但是一定不会 输得很快 他们不会打大龙 只要能保证他们不会打大龙 就可以慢慢发育 这波闭了 给队友发个信号 这里吧 溜 溜球 队友送 就让他送 跟你们鸡毛关系 懂吧 他不喜欢等人 或者说他们打赢了都跟你没关系 他们打赢了更好 他们没打赢也跟你没关系 队友就好了 队友送了 你他妈都说队友送了 丢大龙 那你说谁的问题 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兄弟 真想打开你的脑枪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情况 兄弟 哟 这卡莎布夫妻 还站在这儿 还站在这儿 干杯是吧 摸了 怕好了 狠狠打开你的脑枪 看一看里面到底是脑枪还是水 我也是 我也是 对 对 对 我也是 对 对